好 在做这一题的时候呢 我们就有上一个影片的时候 我有讲到这一个东西 所以你把这一个东西背上来的时候呢 你在做这一个的题目的时候 就会非常的简单 你的120度呢 我们有ASTC 然后过后呢 它在这一边是data 百八件data 百八加data 三百六件data 所以这一个是等于百八件data 为什么呢 因为它是在second quadrant sine positive 所以我的data会是等于百八件百二度 然后我拿到的是60度 所以我的sine百二度会是等于sine60度 然后我的cos百二度会是等于negativecos60度 然后我的tangent百二度会是等于negativetangent60度 so这个呢 它会是一百二 square三百二 然后这个是square三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情况之下 ok so我们的60度 ok square三 一百二 square三百二 所以它这一边就有square三百二 这个它有negative so你要知道你的答案对不对的时候呢 你用你的计算机来直接按 你的sine120 然后你拿到的是square三百二 然后你的cos120 你拿到的是减一百二 然后你的tangent120 你拿到的是negative square三 好 然后135度的时候呢 它其实是百八 减data 所以我的data会是等于百八度减135度 等于45度 然后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呃 我这个是45度 然后这个是astc ok sine positive 所以我的sine135度 等于sine45度 然后我的cos135度 等于negative cos45度 等于negative 然后tangent135度 等于negative tangent45度 所以这个呢 会是等于减一 这个会是等于一百四百二 一百四百二 ok 然后我们直接在计算机这一边 你可以看sine135 然后它是square二百二 然后我们是一百四百二 然后我的cos135的时候 我拿到的是negative square二百二 然后我的tangent 呃 一三五的时候 我拿到的是减一 好 210的话呢 这个是百八加data OK ASTC 它在特夸的tangent是positive 所以我的data等于210-百八 然后它会变成30度 所以我的sine210度呢 会是等于negative sine30度 然后我的cos210度呢 会是等于negative cos30度 然后我的tangent210度呢 会是等于negative 直接positive tangent30度 OK 这个是1百2 这个是square root三百 没有这个是1百square 这个是square root三百 square root三百2 然后这个是1百square root三 OK 计算机是square root三百三 你写square root三百三 你老师就知道你用计算机 所以我们在这边 我的sine210 我拿到的是-1百2 我刚刚这个减我没有补上去 然后我的cos210 OK 我拿到的是-square root三百二 然后我的tangent210的时候 它会变成square root三百三 其实是1百square root三 好 然后接着240度的时候呢 astc tangent positive 所以这个其实是百八加data 所以我的data等于240-百八 然后它会变成60度 所以我的sine240度 会是等于negative sine60度 OK 我的cos240度 等于negativecos60度 然后我的tangent240度 等于tangent60度 cos60度 这个是1百2 这个是square root三百2 这个是square root三 OK 所以这些我们都要背上来了 60度 square root三百2 然后1百2 然后square root三 所以你可以看我的sine240 你拿到的是-square root三百2 然后我的cos240 然后我拿到的是-1百2 我的tangent240 我拿到的是square root三 OK 正确的 好 来 接着315度的话呢 astc 它是在fot quadrum 所以这个是360度 减data 所以我的data 会是等于360度 减315度 等于45度 所以我的sine 315度的时候 会变成negative sine45度 然后减1百2 然后我的cos315度 会是315度 会是等于cos45度 然后它会变成1百2 然后我的tangent315度 会是等于negative tangent45度 然后减1 OK 然后我们用计算机来按 sine315 然后拿到的是negative square root 2 然后我的cos315 我拿到的是1百2 然后tangent315 我拿到的是-1 好 330 330 astc 这一边 所以这个是360减data 所以我的data 所以我的data等于360 减330 等于30度 所以我的sine 330度 等于negative sine 30度 等于negative 1百2 cos 330度 等于cos 30度 等于square root 3百2 tangent 330度 等于negative tangent 30度 等于negative 1百2 square root 3 OK 或者是negative square root 3百3 OK so 我们在这一边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的就是你的sine 330 然后就减1百2 然后cos 330 你拿到的是square root 3百2 然后tangent 330的时候 你会变成negative square root 3百3 OK 这一些 你需要把这一个背上来 然后你做上面的这些东西才会比较简单